最近胡歌又上线了一部三战比赛的电视剧《念场》 在该剧中还聚集了众多的明星大咖 比如孙红雷 张嘉义等 胡歌在剧中的演技也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也占据着微博热度版人前几名 该剧自开播以来播放量就已经超过了70亿 最新剧情无比也是8期上场 该剧有众多明星的加盟 口碑也是很好 一向演技很好的胡歌也没有让大众失望 胡歌在娱乐圈也很少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 但是近日的一封递给《念场》的律师函 却让人大吃一惊 真可谓是人红吃费多 胡歌的一个电话被告侵权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胡歌扮演的正修东在电视剧中 打给南国集团图放置的电话号码 竟然一直有人在使用 剧主现在一天见到上千个电话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提加微信 剧主也是困惑不已 于是把《念场》剧主告上了法庭 要求赔偿 其实这说起来也不能怪剧主 因为该剧在两年前就已经拍摄了 只不过在今年才播出 也有可能当时这个号码并没有启用 在这两年期间才新启用的 对于该事件 网友们都日益不已 有人觉得是剧主考虑不周 更有人说到 好剧都是情权的 都会面临着问题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会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